美国加紧研究反制咱们打航母的东风快地导弹的技术 最近一些迹象就表明美国的初步研究遭遇到了失败 中美在这个领域将继续激烈的竞争摆手腕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美国媒体就报道称 美国正在加紧研究反制东风时期 东风21D等反舰弹道导弹的技术 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初期研究的阶段 最近的一次阶段性的重要实验失败了 不过以美国的需求和技术能力还会继续研制 根据报道来看 美国的思路是从反舰弹道导弹的制导方式向入手 通过干扰来影响导弹的命中精度 破坏它准确打击海上目标的能力 应该说美国的这个路子还是挺对的 据外界分析 反舰弹道导弹的末端 采用的是SAR合成孔径雷达制导的制导机制 也被称为景象匹配机制 这种制导方式可以根据预制进导弹里面的景象 进行末端的进行匹配 然后再准确命中目标 那不管是东风21D的远程搜索 还是东风17再入后的高速飞行 这都要依赖于SAR 弹导导弹利用小型合成孔径雷达探测目标 并形成这个图像和事先预制的目标进行匹配 匹配成功之后就直接引导导弹的飞行去击中目标 你看我们在西部沙漠里我们不是有那个专门有做实验的靶场吗 你注意靶场里的那目标航母那目标啊那靶标啊 做的就是象征度非常的高 说明呢我们还真的是可能采用的就是一种景象匹配的制导方式 如果说你要说其他的制导方式吧 那没必要把这个靶标做的和等比模型那么那么真实了吧 景象匹配机制呢这个通俗的说吧就是这种刷脸人准确度是非常的高的 只要匹配上之后跑不了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呢这个难度也非常的大 虽说我们在SAR合成孔径雷达技术方面已经相当的优秀了 能准确的探植航母这种大目标 但是你说同一个物体啊它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角度等等这些不同的情况之下吧 它所呈现出来的外形啊差异是蛮大的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可能不一样 而且它在做一做伪装 比如说天气条件又不好 它可能这个看上去它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而且这个导弹飞行速度非常的快 要完成迅速的探测计算对比识别 这对算法技术和硬件要求就非常的高了 另外一个SAR合成孔径雷达啊 毕竟还是要通过电磁波这反射来发现目标 因此呢如何应对强干扰这确实就是个大问题了 一艘航母咱们说起来挺大的 一上三百多米长 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是吧 可是你要把它放在海面上 那就比那游泳池里边飘一片的小树叶都还小呢 都非常的小 它在海里边就不算个什么了 而且它还是运动的 所以呢 只要能对这导弹进行一些一定程度的干扰 哪怕是引起那么一点点偏差的话 你就可能最终就打不到航母了 美国有强大的导弹和雷达电子技术 会在如何反制东风快递这方面进一步的下功夫 这高手之间的毛与顿的教令啊 会激烈的进行 每年代的世界发展 我们的世界发展 都是最高手之小的 auch many人